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动节奏都很快的世界 以科技的发展来看 这几年来都有很多的更改、进步 在我们还没有买一个新的科技产品之前 就有更好的出现在市场上 而随着这根快速的脚步 我们人也会有一个想要快速得到满足和需要的心智 很多时候,当我们脑海里或心里想得到一样东西时 都会有一股冲动感想马上得到 但在圣经里,上帝好像早已认知人的肉体所会带来的种种试探 所以,他也提到了有耐心的重要性 而在耐心的功课上,其中最好的例子就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 当亚伯拉罕在75岁那一年 朱答应会赐给他一个孩子 但他没有看到这应许被成就 直到他到了100岁 圣经在《西伯来书》6章15节说 这样,亚伯拉罕耐心等待 终于获得了所应许的 亚伯拉罕坚持于他的信心 而保罗也这样地形容亚伯拉罕的信心 在罗马书4章19到21节说 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 撒拉也不能生育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也没有因着不幸而疑惑神的应许 反倒坚信不疑 把荣耀归给神 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神必能成就 就有如亚伯拉罕一样 当我们在试探、苦难、有需要的时刻 我们也应该不忘记朝见那在凡事上都成就应许的上帝 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一般认知、确信上帝是有能力做到他所说到的 其实,耐心和忍耐是息息相关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耐心 也会谈到在患难和苦难中生忍耐、盼望的心 如罗马书8章18到25节说 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 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这样 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 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 脱离败坏的奴役 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身影 不但这样 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熟国子的人 自己也在内心叹息 热切等待成为四子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我们得救时就存着着盼望 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 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 就会耐心地热切等待 在耐心与忍耐当中 虽然我们还可能陷在问题里 但这也是使我们信心成熟 更学会在诸里寻找盼望和喜乐的心 若没有了这些 人是很容易得过且过 而无法了解或感受到 神的帮助和爱戴的那种经历 如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 不但这样 我们更以患难为荣 直到患难产生忍耐 忍耐产生毅力 毅力产生盼望 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 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祂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当然说了这些 有耐心或要忍耐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有很多时候 都有无法忍耐的事项或人物 例如塞车的时候 要迟到的时候 有人用话语刺激我们的时候等等 但上帝叫我们在这些种种的事上 伸出耐心 其实是有当中很多的好处 第一 在耐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会静下来 而在这种状态 我们比较容易与主相交 也就是说 更能塑造一个属灵环境 来给我们有一个多祷告的心 第二 我们在生耐心的当儿 会得到一些时间来查验 而思考自己的心态 思想和情绪的方向 到底是偏向鼠灵方面 还是鼠肉方面 这使我们更了解 也清晰地看到撒旦在攻击我们的地方 最后 我们也会多喜乐 因为有了一份感恩的心 来看到生命中 主所赐的恩典 时机 和让圣灵敏锐起来的机会 这就是主救我们脱离黑暗势力的方式 其实 当我们多深入地查验主 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事和情况 我们会看到很多 值得感恩 而不是埋怨的地方 这些在忍耐当中得到的功课 使我们一生能够得着主理的盼望和定见的经历 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 都要看为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缺 那我们如何实际地在耐心上成长呢 我们无需等到有试探还是问题来的时候 我们才学到耐心的好处 其实 我们能够现在就做出一些实际的事 来使自己的耐心增长 而尝到当中的益处 第一 不要参考别的材料来学会有耐心 乃是读和思想圣经里的话语 怎么解释耐心 而连接苦难与盼望 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一样 当中说到患难所带来的坚忍 而坚忍后面所会带来的盼望与喜乐 圣经满满都是主的安慰 主的应许 主要借着真理来激励我们 给我们能力的话语 所以绝对要回到圣经 来看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或难有耐心的事 第二 列出现在在你生命中使你很难有耐心的事情 然后思想这些事是如何阻挡你去 坦然无惧的爱神爱人 若这些事像不断的给你一份坏脾气 负面的心情和消极的思想 马上把这一切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得医治 而且是每日的在祷告当中面对摔跤 我们有时就是有很多这些事 但总没有真正的面对 而对付这些问题 所以后面带来的埋怨苦毒是更大的 第三 多找出一些能使你有智慧的使用时间的事 而不是集中于要等待或忍耐的事向上 当我们太过专注于问题 试探 苦难 耐心是更加无法伸出来 因为心中里总是会有一些取向和自我的想法 我们需要踏出这个被捆绑的情形 而进到属灵的事物和环境当中 这可能是在多参加聚会上 多与爱神的肢体在一起 或多读一些信息 我本身是喜欢弹吉他 所以有时就会弹或唱一些属灵诗歌 让自己沉浸在当中的歌词里 也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提醒和能力 最后 试着少用或花时间在一些使我们容易分心 或心会乱的东西或活动 例如我们的手机 电脑 电视机之类的 有时当我们接触太多这些东西 我们得的资讯 新闻也多 意念试探也多起来 偶尔接触这些来解压是没问题 但我们应该多在自己静下来的环境当中 找到满足 因为这会给我们 在这节奏快的世界里 有一个分别为圣 塑造一个慢下来 多思想 多查验的属灵性质 也不容易被撒旦的试探 情绪的波动 人的反应 受到捆绑或影响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 能让我们生出忍耐之心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更靠近耶稣 更能结出圣灵耐心的果子 让我们一起在信心里 继续看重耐心的重要性 也愿主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和智慧 来学会忍耐的功课 祝保守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